汉武帝一听来精神啊 赶紧把你妹妹找来我看看 我经常讲古代帝王的事 有人问了 说在古的时候当皇上富有四海 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有时候想想也真无聊 那皇上有没有什么咱老百姓的苦恼啊 比如说得不到的人或者事吗 确实有 我记得汉武帝那会吧 他想见自己一个妃子见不到 这妃子是李夫人 夫人是他的封号 他是汉朝著名乐师李延年的妹妹 那会李延年经常跟在汉武帝的身边 由于他精通音律 汉武帝挺喜欢 李延年发现汉武帝喜欢美女 其实这个玩意用脚后跟想都想得出来 这男的没有不爱美女的 何况是皇帝呢 于是他就想把自己的妹妹 介绍给汉武帝 毕竟他知道自个儿的妹妹美若天仙嘛 汉武帝是一定喜欢 可是又不好贸然介绍 毕竟汉武帝什么没见过 你得弄点这个情趣出来吧 掉掉胃口 所以有一回 李延年就在汉武帝面前 一边弹琴一边唱歌 歌词是他原创 记得好 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命不知清城与清国家人难再得 汉武帝一听就入迷了 紧跟着犯愁了 说这种清国清城的家人上哪能找着 这会儿边是用人说了 皇上 李延年这首歌灵感是他妹妹神圣来的 他妹妹漂亮极了 就是这样的家人 说这个话的人是跟李延年提前串通好了的 我估计李延年不得请人吃过饭吗 汉武帝一听来精神了 赶紧 把你妹妹找来我看看 哎呀 李延年心里高兴 这水到渠成吗 而后把妹妹叫进了宫 汉武帝一瞧 我这家伙漂亮 嗯 浮白如雪 这个体态恶努 而且跟他哥哥一样精通音律 能歌山巫 汉武帝当时就爱上了 后来封了他为李夫人 从此 李夫人就开始了受宠的生涯 汉武帝什么事都一发 南方送来的水果 西域送来的羊肉 都请李夫人先吃 对他可好 但李夫人也知道 自个儿之所以被汉武帝宠爱 全是因为美貌 等哪天自个儿不美了 汉武帝肯定会弃他而去 所以必须时刻警惕这一点 果然过了些年 李夫人病了 病得还挺重 每天也没法化妆 面容憔悴 汉武帝很心急 总来看他 可是李夫人不让进门 怕看见自个儿现在这样 不爱他了 毕竟他很懂男人 可是汉武帝忍不住 有一次直接冲进了屋 李夫人见状立刻抓起被子来蒙上脸 死活不让汉武帝看 汉武帝都生气了 要上去掀被子 李夫人一转身背对着汉武帝 坐到床里边去了 反正汉武帝是无论如何都没看见他那个脸 汉武帝气坏了没办法走了 没多久李夫人就去世了 汉武帝到最后也没见他一面 所以汉武帝就更加意难平了 是天天想着李夫人寝食难恩 毕竟在他的记忆里边 全是李夫人貌美如华的样子 他放不下呀 这其实就是李夫人的目的 坚决不让他看到自己不好看的样子 就让他一直想着自己吊足了背口 这招咱不知道是不是他哥哥李延年教他了 汉武帝后来想李夫人想到什么程度呢 甚至希望能在梦里见一面 可是老也见不着 最后东方硕想个办法 弄了这么一株怀梦草 让汉武帝吃了 才终于梦见李夫人 就这样汉武帝才算过了瘾 您就瞧瞧吧 谁能想到堂堂一代帝王 竟然痴情到了这种程度 咱不得不承认 李夫人全家那都是调情的高手 不承认 字幕有点哲赏